各位 这里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消息 特朗普已经获选为2025年的美国总统 还未上场 已经第一招通知了以色列 说要在我上任之前停止战争 这就是根据特朗普上任前1月20日停止了加勒地带的屠杀 换句话说 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 起码未上任的美国总统可以要求以色列做这件事 现在在任的美国总统没理由做不到 只是不做 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离开特朗普上台 还有两个月左右 他是1月20日上台的 今天才是11月8日 两个月多了 这两个月之内 以色列如果想完成他屠杀巴勒斯带人 他这两个月将会更加凶残 我们现在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这两个月以色列会不会特别 比起之前的十几个月更加凶残 这可以大家观察一下 很多人认为 相信以色列会尽可能 趁有机会继续做他能够做的事 就是以色列可能在未来两个月 加强对加勒地带人民的屠杀 即我说 大家观察一下到底是否这样发生 特朗普可以圆得中东里面的大屠杀 相信他也可以停止俄罗斯和乌兰之间的屠杀 换句话说 如果特朗普这两件事真的做到的话 他反而对世界和平做了很大的贡献 起码在现在拜登手上 这两场大屠杀 另一个是战争 都未曾能够停止 但他未上场已经下了命令 好 当然了 看看命令到底结果我们未知 还有两个月时间到 看看两个月之后 或者两个月之内 是否可以达成了停火呢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 诺贝尔应该考虑一下 和平奖给特朗普 这次他真是对世界和平做了贡献 到底怎样呢 我们唯有拭目以待 和平台 和平台 和平台